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 我们是高文齐齐喊 我是张超雄 我是小猫 今天想讲讲有关家庭暴力的问题 就着家庭暴力当然牵涉到整个家庭 无论施药、被药、小孩或小孩被药 都会受到影响 今天我们有两位嘉宾 跟了这些家庭暴力的服务 已经很多年了 廖银鳳女士 廖银鳳大家一定认识 她也是曾经被提名 诺贝尔和平奖的其中一位妇女 在全世界里面有一千位 我旁边说云 也是群福的姐妹 我们一会跟她们详细谈 在这里我介绍一个 最近我自己有份帮忙做的报告 因为跟群福都合作 我们就看看究竟家庭暴力 对小孩的影响是怎样 我们去年11月至12月这段时间 就访问了150多位妇女 雪云和林鳳都很帮忙 他们到处去找 去庇护中心访问 派一些问卷给了很多妇女 主要是问小孩 究竟在家庭暴力里面 受到什么影响 牵涉的小孩的数目 大概200多位 我们发觉 第一 原来整九成的小孩 是目睹家庭暴力的 所以影响很深远 他们的情绪 那个行为 因为母亲都感觉到 接触他们的时候 去观察他们 发觉他们有很多负面的反应 有两成左右 曾经跟自己妈妈说过 想死的 之后的情绪 一直都很难平复 那个行为方面 有四成左右 是有个暴力倾向 即是都以暴逆暴 见到家人 即是用暴力解决问题 自己也都用这个方法 那我们发觉 这个情绪这么严重 甚至有 差不多一半的小孩 是同时被虐的 即是不只是妈妈被虐 但是呢 社工 心理治疗的跟进 是极少 得一成左右的小孩 是有个所谓 心理的医生去望下 但是都没有什么跟进 社工那些跟进 都只有一成多 实际上 多数都是跟他 安排一些兴趣班 那些就算数 所以 整体来说 我们的调查 就发觉 在家庭暴力里面 小孩似乎是一个 隐形的受害者 即是一路都是 没什么人理的 那 那个妇女 或者主要是妇女受弱 那他们究竟 那个情况是怎样呢 那我们今天也都 找一下雪云 跟我们亲身说一下 你自己的经验是怎样的 好 我自己的经验呢 就是 年八年十月份 没发生的 那跟先生就有些事冲打 那他就打到我的死神都爆了 就露血 报警之后 警察就打到那时 是11点半左右 因为我们是1点钟上学的 打完之后 就报警了 警察就问我 在医院连容箱 即是硬过的箱 但是到医院之后 到医院之后 警察就阻责了 行了 你就坐在这里排到 很快就能到你了 一排就排到15点 即是你在急症室等了几个小时 是啊 就是排到那个血 去那时的血是六感的 去到等到是敬医生的时候 完全没有血流 那些血都停止 即是排队都医回好你 是啊 都医回好 可以这么说 就是见了医生之后 那些血都不流 医生做同一年 他说你那些伤在 我一直在乱与皮 在我身边 我女儿都是做生碗 什么都没拿 我自己是做拖鞋出去的 手带啊 钱啊 是完全都没有的 即是很匆忙 很匆忙 很匆忙出来 直到医院 就看医生的时候 医生就 没有什么父母 给我女儿 因为我和女儿之间 我又 医生问我 和我今天发生什么事 和先生是什么 从头说起 自己不开心的经历 要这样一次给医生听 医生就和我治好伤之后 就给了两张纸给我 一张纸是见射工的 因为我拿了那张纸 我不知道回到哪里 他没有说叫我回备护中心 又没有叫我回家 我拿了那张纸 我看又不明白 这样看又不明白 因为死了 我这些医生不懂看 又回头去问医生 医生这张纸是什么意思 又没有中文给我看 医生就说 我知道 不用 你不用明白了 照着这条线走过去 这条线走过去 这条线走过去 你还找那个姑娘 你不用明白 不用明白 跟蓝色线就行了 不用明白 跟蓝色线走过去 就问到 之前不知道那里是医务社工 我站在那里 我让医务社医务社看 我问这张纸是否在这里 可以了 你在这里排队 要在那里坐 那时就好像是 差不多六点钟了 我女儿就问 妈咪 我很肚饿 很肚饿 那怎么办 很肚饿 自己走到外面 七十一就买个包 买一瓶水给个人 你填头 那我自己也不用买东西 我自己没有吃的 我自己完全没有吃东西 等到四分之后 就看到那个医务社工 看到医务社工 要重复一次 我和医生谈解那些 重复一次 给医生医务社工知道 医务社工知道 他就问我 你肚不肚饿 我女儿说 好肚饿 给了一锅饼给我吃 看完之后 警察又说我 他说 你看完医生吗 你看完医生 快去下厚公了 我还没看完 你看完过来 下厚公 我是在厚公等你 看完医生之后 自己又不懂行路 又不懂怎么找 拖着个女儿 周围走 周围问 厚公在哪里 哪里是厚公 最后始终有路途人 就告诉我 我始终去到厚公 去到厚公 你坐一会 等我一会 我一会 就过来 和你下厚公 我要和我女儿 坐在那里 很快冷 游某山 我跟女儿说 妈妈 我很冷 我上厚公 我不行的 插公这里 不可以到处走 我用餐人来抓你 后面她都和我坐在那里 又见到餐人来了 餐人来了 又问 你肯不肯老公 始终我都说 一床夫妻不想搞她 她说 她说 我和我先生 这么多年之前 发生的事情 要重演一次 被警察听 我便听了几次 她问 女儿好公 在那里 你等吧 我先吃了饭 她说 吃了饭 她都没有问我 吃不吃饭 她先吃了饭 我去找同事 送你去庇护中山 她吃完饭 一等就等到差不多10英多 等到10英多 她就说 可以走了 有车 有车 我回家拿东西 她就跟我说 你在家拿东西 不要拿那么多 拿少许可以了 拿个电话 拿两件衣服可以了 不要拿太多 就拿 我们女儿的手带 装了手带 就这样 出了去 之间 我和我女儿买个书包 我叫我女儿又上学 听完之后 就去到 再去 车我去庇护中山 去到庇护中山之后 那个姐姐借了我回去 她又 社工来见我 要重感一次 自己经历那些事情 重复重复让我女儿看 让我女儿听 让她记得 原来人 最称的人 都是扶桑残杀的 说完一次又一次 经历不记得 告诉我女儿 我女儿都在旁边听 有时 看到那个 在庇护中山之后 減了自己的过励之后 那个姐姐 那个社工就没有说 我又没有吃饭 那时我自己觉得 我肚饿 我没吃饭 他不吃饭 自己要带我出去买饭 我完全吃不到的 因为我嘴唾伤 是吃不到的 我女儿就吃了两顶 谈完之后 好了 那个姐姐 不是姐姐 好像是 听电话 是姑娘 姑娘 她跟我谈 谈那个 入院手续 不是入院手续 她说 你又没有饭 几点几钟睡觉 有清洗衣机 我们又要钱 说了一轮之后 我第二天又重新犯错误 我完全不知道她对 我生活中一直想 为何我们的清洋人 反对我 为何她会这样 反过来好像你去坐牢 你有规矩 你要跟着这个 中数去做这些事情 跟着要怎么样 病宗心是这样的 病宗心是这样的 病宗心是很服务 是不人道的服务 很奇怪 不是当时她的意见 我们不如下一节再看一看 这些事情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发生